嗯 嗯 嗯 Yo 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唱单战斗们 我们又上车了 那今天呢还是常规操作啊 我们给大家呢来回复一个表友的问题 那么这个表友呢 最近呢买了一只佩奈海 Panaride手动上链的腕表 那请问呢 每一天需要给他上链吗 那上链的时候呢需要上满 还是上十几圈啊 然后感觉发条会有几秒的误差 这是正常的吗 麻烦解说一下啊 那这个地方呢 想要跟这个朋友来说一下 有关于佩奈海的几个问题 然后这个手动上链啊 还有一些什么发条啊 上完之后的这个 尤其是手动上链啊 也不仅限于这个佩奈海的腕表啊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佩奈海的手动上链的腕表 需不需要每天给他上发条 那我呢不知道这位朋友呢 买的呢是老款的 也就是通用基金的佩奈海 还是现在新款的资产基金的佩奈海 那如果是老款的话 那至少的这个储能呢 也有大概50个小时啊 的这个储能了 如果上满了的话啊 上满了的话 大概有5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储能了 啊 那这个资产基金呢 可能这个储能可能更多一点啊 那这个朋友呢 问这每天需要给他上发条吗 我觉得呢 如果呢 你的表呢是很多 或者是你有几只腕表可以进行轮换的话呢 每一次戴上他的时候呢 尽量给他上一下链 那第一次上链呢 尽量给他上到差不多满了 然后呢 嗯 其实我觉得50个小时呢 基本上也就是两天的时间了 我觉得第一次 就是你第一次戴的时候 把他上满 呃 之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的早上 给他再上一次链就可以了 如果比如说你戴上这只腕表 然后呢 佩戴几天的话 呃 第一次你戴上之后 把他上满了 第二天早上 给他再上一些 呃 那当然了 50个小时呢 其实呢 坚持两天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 最少我觉得你一到两天呢 也要上一下链 因为毕竟这个小时的储能呢 呃 在那里 呃 那这个呢 是有关于这个每天是不是要给他上链啊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 是如果我的手动上链的腕表 呃 我一般呃 就是这样 我现在戴腕表呢 不会说是每天都换一只腕表 我一般戴一只腕表 就会戴那么几天 呃 保证这个手动的上链的腕表 那不要停啊 因为好多朋友说这手动上链的腕表的时候 戴惯了自动上链的腕表之后 手动上链的腕表会停啊 所以说呢 呃 我建议你呢 啊 尽量的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上一上 如果实在觉得比较麻烦 或者稍微有的时候忘了的话呢 呃 看一下你的手表的这个储能是多少 如果是在两天以上的这样的储能的话 也不需要每天上链啊 一两天上一次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你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啊 在你早上这个啊 准备出门之前吃早饭啊 之类的 就剪短的一点点的时间啊 给这腕表再上一上链啊 尽量避免它停掉啊 那这个呢 是有关于上链的问题啊 上多少这个比较好 我觉得呢 如果你戴这个手动上链的腕表 在第一次啊 就是把它拿起来戴的时候呢 建议给它上满 什么时候是上满呢 就是你在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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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到后面 发现有阻力了 那就不要再上了 那基本呢 就是上满了 在没有阻力之前 你可以尽量的上链啊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呢 在上链之后呢 会发现有那么几秒的误差 这个正常吗 这个正常啊 一般手动上链的腕表呢 有的时候在上链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秒针啊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有那么几秒钟的影响啊 这个都可能 因为有的时候 甚至有的时候啊 你调那个腕表的时间啊 你把那个腕表 比如说你的这个时针 或者是分针啊 调一调的时候啊 都有可能会阻碍 在这个腕表 手动上链腕表的 那个秒针的走时 都有可能啊 就比如说 我在正装的腕表 一些正装腕表 我的GLC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腕表 我在 尤其是手动上链的腕表 我有的时候 甚至以前的那个 Speedmaster的那个月球表 在手动上链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调这个分针和时针啊 对准这个分针和时针的时候 就调那个精准度的时候呢 有可能那个秒针呢 会停一下 或者是向 就是向后几秒钟 这都有可能会影响 那我建议呢 尤其是啊 这个腕表不能停秒的啊 那种手动上链的机型 其实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回复了刚才这个朋友啊 就是手动上链的机型 如果你表比较多 不是经常轮换的话 然后每次带呢 上一次上满 然后呢 尽量上到 它不太能动了啊 就不太能拧 你再往下拧了 你就不要动了 那个已经上满了 那在第二天 或者是你的手能比较多的话 第三天 甚至有的手动的上链的外表 能到八天的储能 所以说你 呃 有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啊 就是 比较轻松的时候啊 给它再上一上链 尽量的保证呢 不要它停掉 啊 这个呢 是这个 那这个 有的时候上手动上链 确实会产生几秒的误差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尤其是你的外表 不能停秒的 外表 有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 这都属于正常 那好了 那今天呢 就是回复了我们这位朋友高兄弟啊 这个给我们的留言